另外再來看到政府 應該要好好做事 而不是講亂押寶嗎 美國大選也是 即將要出爐了 結果華盛頓郵報 30號就有報導 今年總統就職典禮之前 我方有剪輯 美國的各界的祝福 其中修剪了民主黨的篇幅 強調共和黨的祝賀詞 其實當然最後 台灣官員還為此 跟民主黨來致謝 代表說你是不是押寶 你是不是押寶 押寶了好像對台灣 並不是非常之好 你押寶了當然是 你可能偏袒的某一方 當然外交部有說 有否認 這個報導並不正確 道歉這個並不是事實 一方委員 這個時候傳出來 這個好像有押寶 馬來西亞這個事 我先講一分鐘 是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市立學校 生存非常困難 所以我們外籍生 在台灣幫了我們很多忙 讓這些學校可以撐下去 東來亞這些國家裡面 來台灣讀書最多的是馬來西亞人 這有歷史的因素 就不要講了 所以你看東來亞裡面 講的國語 跟我們最接近的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這幾年 其實來台的人數 已經開始下降 因為他們開始 比較多人到大陸去念書 你現在在發生這個事 我們台灣的很多的大學校長 跑到馬來西亞去招生 我都還在那邊遇到過他們 因為這幾年 我去最多的地方就是馬來西亞 所以這個是一件值得檢討的事 我們的外交部長說這個話 亞洲最安全的地方 有人說那新加坡呢 台灣真的比新加坡安全嗎 是不是 所以講這個話我覺得 死者的家屬 跟馬來西亞的華人 聽起來感覺就很不好 我敢講來年的馬來西亞的招生 到台灣來讀書的留學生 人數一定會大檢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我要講這個所謂的 我們押寶的事情 其實嚴格講起來 法政論郵報做這個報導 各位你要知道 法政論郵報在美國 不是一個小報紙 不是八卦的報紙 美國兩個報紙 非常的受尊敬 一個紐約時報 一個法政頓郵報 這是大家必看的兩份報紙 法政頓郵報的這個報導 你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他訪問了非常多人 而且也不是從頭到尾 在講民進黨政府的壞話 也沒有 他訪問了非常多人 包括民進黨的人 他都訪問了 他寫這個其實是中規中矩 而且坦白講論證是非常的 完備了這樣的一篇文章 他講的一件事 尤其我覺得外交部裡面 這些人在幹什麼 特別駐美代表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最剪輯出來的東西 誰剪輯的 可能最後是外交部去剪輯 你知道他把共和黨的人的東西 多剪一些 民主黨的賀電 就多剪了一些 然後增加到共和黨這邊來 共和黨裡面增加的一個是誰 我真的是覺得 你知道他該讀臉書 讀點報紙 那個中議員是佛羅里達選出來 叫YOHO YOHO這個中議員 已經不連任了 所以今年沒有選 你知道他惹了一個非常大的禍 他前一日大概7月間的時候 在國會裡面 美國中議院裡面 遇到紐約州的民主黨的 女性的中議員 這個女性的中議員是 我告訴你 是明日之星 現在就非常有名 未來這個女孩子 他幹參議員 幹州長這樣一個料 他的名字其實 他是西班牙的名字是 Occasio Cortez 這個女孩子是民主黨裡面 比較跟Sanders 桑德斯他們那一排在一起的 這個女孩子 年輕人 婦女團體 這個所謂的進步人士 非常的支持他 他們在有一個議題上面 看法不太一樣 你知道這個Yoho用髒話標他 罵他 共和黨的黨團命令他 要道歉 他寫了一個心不甘情不願 道歉文 他最後被整個美國 責備他聲音大到 兩黨都在罵他 他最後把他在一個 基督教一個組織 很重要的組織當董事 那個位置宣布辭掉 男人的賀店 你放進來祝賀蔡英文總統連任 把許多更重要的一些民主黨 人士的喝店把它擱到一旁 我是認為真的是 我不敢這樣闖 至少我會不放心的 就是說外交的品質 什麼時候做這麼差了 Yoho在當時捅這麼大的貨 所有的大報 所有的重要媒體 電子媒體都在報導 都在談Yoho這個人 連遠在天邊的我 都花了很大力氣去看他 所以法治媒體一看 寫了Yoho的東西 賀店被放大來祝賀 當時我頭就痛了 所以我是覺得 不管怎麼樣 不要去壓這樣的一個邊 這真的沒有必要 你說美豬 你為什麼一定要在大選前 送這個禮物給川普 就是川普當然要這個 因為他要在養豬的地方 中西部這些養豬的地方 這些農民的票對他很重要 在他基本盤 第二個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突然間買這麼多武器 你送這個大禮 給川普政府做什麼 美國跟中共的對抗 一定是走到底的 不管誰當總統 只是那個方法上 是不是螺和一點 還是像川普依然這麼粗糙 如果看清了這一點 不為己的做選擇 尤其我們自己的陸制的 暗制的雄風飛彈 都做到雄山了 結果我們還去跟美國 買那個東西 他的性能 一定比我們更好嗎 我是懷疑的 而且扼殺我們自己的 本土工業 也就是說你不管怎麼樣 在這一陣子 買這麼多美國武器 你不能留一些 到選完以後再說嗎 你這個顯然來 就認為說你選前 川普就是要送一些大禮 給這些大的軍火商 大的軍火商 人少了幾萬的一個工廠 大的一個公司 十幾二十幾萬的人 你看波音像Lucky Martin 那個人都是十幾二十萬的人 當然人家會捐很多錢給你 大老闆們 然後這些員工會投很多票給你 可是你自己想一想 你真的要去押保嗎 當年國民政府支持杜威州長 紐約杜威州長 得罪了杜魯門的那樣的往事 難道只應該國民黨記住 民進黨都可以把它忘掉嗎 所以押這種寶 人家看在心裡 法政郵報這樣的報這個東西 一定是因為很多人 有這種感覺 包括美國人都有這種感覺 你來錄我的音 民主黨的這些真要 說你錄我的音 最後竟然播報出來的時候 沒有 因為你去錄要透過助理 秘書去安排 然後去錄 因為這些都很忙的人 錄網友告訴你 然後問你說 以前會問你 你要怎麼用 因為我們的總統要有一個 要就職 連任 所以希望你說一些賀詞 然後我會在哪裡來播放 你覺得你要助理 秘書會不會追 會不會追來看 會 會看完成品是什麼 看完以後心裡會怎麼想 你吃我豆腐 我們好不容易抽出時間 現在在選舉選總統 我的老闆自己也在選議員 選州長 這樣給你錄 然後你竟然把它丟掉 或是錄了三分鐘 剪成幾秒鐘 你認為這會不會得罪人 所以這個就是說 整個的品質的問題 華府的代表處 為什麼把這東西 報回到外交部來 當然他有受到壓力 當然已經有人抗議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要再壓寶了 尤其你再怎麼樣 兩個月前 你就應該知道 川普當選的機會是0 是 可是現在你說到底我們政府 有沒有在壓寶 而且是壓寶川普 除了在剛才講到了 這個影片 怎麼好像給共和黨的人 比較多的篇幅之外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駐美國代表處這個推特 Taiwan in the US 這個裡面有轉貼 美國第一夫人 梅蘭尼亞助選的推文 代表處發現了之後 是有及時的刪掉 而且還解釋說 那是一不小心碰到誤觸了 那不就是挺川普了嗎 所以當然 那你只有梅蘭尼亞的 那你有沒有拜登夫人的 大家都一定會拿來做對比 就沒有 好 外交部長吳釗燮 當然就趕快出來解釋了 他澄清說 我們真的沒有在壓寶 而且還很不耐煩 說都已經刪掉了 不是已經跟你說了嗎 現在大家就會懷疑說 是不是這個你有壓寶 吳釗燮告訴你的是說 外界認為蔡政府支持共和黨 這是錯誤的刻板印象 來 到底是不是真的 錯誤的刻板印象 尾翰 其實我注意到10月31號 蔡總統開國安會議 這個裡面已經講了 我們是尋求美國對台的 跨黨派的 美國是跨黨派的支持 所以這個是現在是怎樣 之前我們覺得好像是在壓寶 比較偏向共和黨 比較偏向川普 挺川普 可是現在是不是發現好像 風向不對了 對 所以要趕快開始 調整策略了 我們很快把這幾個話題 談清楚 第一個剛剛預防委員所講的 YOHO 他在今年7月的時候 都是辱罵那個議員 在國會的大廳 他不是在辦公室裡面 在開放空間 在樓梯比宗旨 罵傷話 後來致歉 但是這個新聞 台灣其實很少 為什麼 因為就在他辱罵的前後沒幾天 YOHO他提案什麼 他提案這個叫做 《中國侵犯台灣法》 只要大陸侵犯台灣 美國政府 國會要授權給他 能夠出兵大陸 所以我們就特別感謝這位 YOHO就是這一位 所以中央社也特別有寫 當時我有注意到 這一次的520總統救世大典 YOHO的版面是大的 但沒有問題 因為他對台灣友善可以給他 你不能把共和黨的版面 放大民主黨的變小 而且還縮減 而且直接有的根本就沒有放了 所以今天立法院就問了 到底有多少的民主黨議員錄 三個吧 他說不止三個 有些人根本沒有放進來 這在外交上是犯大忌 你要嘛 不要去 你去問了以後來 你不放或放不完整 又或者是民進黨 國民黨 各黨的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他們去質詢行政院院長 時間有分長短嗎 一樣每個人都是10分鐘 這是15分鐘 都是30分鐘 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520的就職典禮的時候 因為這些議員放了影片來 沒有等據就是問題了 因為華盛頓郵報 剛剛一方委員講 網絡上有很多網友在這邊講說 這是不是什麼不入流媒體 網友們誤會大了 水門案去看一下 既然是因為華盛頓郵報 講了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 不能說直接相關 但他可能有某種程度相關 蔡總統如果要指揮 我們現在駐美大使小美琴跟他講 告訴民主黨 我們等據 我們沒有單壓一邊 內參去講就可以 他為什麼要開一個國安匯報 為什麼要開一個國安高層會議 他就是要做出來讓美國人看 對不起 雖然我們現在跟拜登的幕僚 並不親近 也沒有管到 可是至少我現在公開表態 過去雖然看起來挺川普 駐美代表處的PO文 能夠去PO到任何一點 這都是犯外交上的大忌 我把話講清楚了 不是不要押錯保 是根本不能押保 這一次的國慶的這個 就是過這麼久了 顯然外交部一直跟大家講說 報導不是事實 去否認華盛頓擁抱 請外交部告訴我們 哪一點不是事實 是沒有剪 還是說有錄的都有文 他不是說我買一個電視時段 那幾分鐘就是這麼長 就像我現在也不能再講太長對不對 基本上他有排擠效應 你可以放網路上 或是你用一樣的時間 然後把它標注出來哪一個 沒有 所以顯然外交部認為 已經有溝通過了 可是溝通是無效的 如果不是有民主黨的議員 覺得受辱 華盛頓郵報怎麼會知道這個事 我們原本都不知道 所以外交上押保是大忌 4年前蔡總統 他其實是押了CR 還放了一個卡片 那時候我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做 那時候可能覺得CR穩贏了 CR加油 三隻小組的一個卡片 結果後來CR沒有贏 4年前反川普 現在挺川普 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有可能做外交工作 而且當時 像我們的現在的大使蕭美琴 他也曾經接受路透社的專訪 去痛罵川普 他說川普這樣的人 根本不可能在台灣政壇存活下去 他根本就不應該是一個 可以稱存活的人 當時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他現在變成是什麼 駐美大使 你看 2016年10月20號 蕭美琴公開罵川普 他現在是駐美大使 如果川普連任 我相信可能他現在也有點後悔 我怎麼知道 我以後會做駐美大使 所以簡單講就那一句話 根本不要做這些談話就好 你不要去對於他國的總統選舉 任何黨的參選人 指手畫腳 然後告訴人家誰好誰不好 沒有必要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追求 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